來看看了 行政院前發言人丁一鳴 散布了假訊息 當初他直指了板橋 牛肉麵店的冠軍 皇家傳承使用萊牛 遭受了外界強力抨擊 辭職下台 目前台北的番茄組冠軍 定家牛將軍 其實也深受其害 怎麼回事呢 老闆他就現身爆掛頭條 他痛批 蔡政府萊豬的政策 出了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也關心萊豬議題 趕快刷牌 小豬來告訴銀秀 同時來聽聽他怎麼說 我是覺得 因為政府在完全沒有 做好準備情況之下 就突然就要我們全民 去接受這樣的 所謂的萊豬進口 這個就是美國霸凌台灣 然後台灣政府霸凌人民 最壞的示範 真的 我是覺得 國民黨不敢幹的事情 民進黨全都幹 比對岸的共產黨還可惡 真的 真的有的時候我們想到這個 也沒辦法 因為民主的機制 我們就是透過選舉 居然選出這樣的政府 我們也只能夠認了 只能夠說現在的百姓 各個商家 各行各業 只要有關於豬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就他不賣了 我這個項目不賣 像我店裡本來有賣 煙燻豬頭皮 你本來是有賣的 對 我本來有賣 可是我現在開始 這個東西 這個商品 我就不能賣 而且豬頭皮 你想吃豬頭皮 對 我就不能賣了 將來我就不能賣了 你就是這個第五項 停止販售豬肉相關產品 對 像我 我只能就是選擇 我就不賣 客人來我只能說 對不起 大家不吃 像我店裡也有貢丸 對 我貢丸 我現在開始 還是有人吃 因為我是在之前就進了 之前都是我們本地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有可能是進口我不知道 反正這是加工品 可是自從今年1月1號開始 這些東西我可能我自己吃 因為安全 但是消費者不會相信我們 你說安全 你拿怎麼證明安全 這個源頭沒有給我們標示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要支持說 從美國就要標示 你美國標示你拿來台灣 再經過進口商再給我們 誰知道東西從哪裡來 完全我們也不知道 到最終我們也有可能變成 也是受害者 那我為什麼要承擔這個風險 我倒不如不要賣 目前立法院最新的國會大現場 我們時間先連線李佩萱 來告訴大家 國會大現場 現在跟你聊些什麼 聊一些立法院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契機出現 在過去剛結束的這個會期 會發現到 不管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或是他俠下的官員們 進到立法院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爆發出火氣 甚至常常會出現 有頂嘴的狀況 被稱之為是反質詢 最有一次反質詢的一次會期 也因此現在其實有三名 藍委他們都分別提出要來修 所謂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而他們三個版本都不盡相同 不過在修早的時候 包含了國民黨的立院黨團總召 林維州他也針對這一次的修法 他也提出了說明 趕快來聽聽看 我覺得如果用立憲法裡面的規定 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的規定 官員有義務回答國會議員提出來的問題 他可以回答不知道 也可以回答不同意 就是說國會議員的見解他不可以反駁 也可以說不知道 但是就是不能不回答 這個是法 也是法律規定 你不能說不回答 你可以不知道 你可以反對 比如說你反對國會議員的意見 但是你不能不回答他 當然更不可能說可以來反質詢 這個是明文寫在職權行使法裡面 你到立法院來 你沒有資格問立法委員問題 這個是不是官員有的權利 只有立法委員是可以問官員的 這個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們國家民主制度的 監督制衡的設計 任何民主國 民主的國家都是如此 我們最近看到很多官員已經 就是恃寵而交 我不知道怎麼講 各種形容詞 然後沒有把在野黨放在眼裡 然後上面的人很信任他 他就很驕傲 然後跟國會議員對嗆 或是他認為他有1450 用公務預算編列很多的1450 可以幫他護航 所以他就跟國會議員對嗆 這個都是民主最壞的示範 你們不要忘了 你們是民主國家台灣 你們才有這些權利 台灣人民追求幾十年的民主 然後三權分立 五權分立 然後才有國會自主 可以來監督我們的行政官員 如果你們繼續這樣做 你們是在破壞台灣30年來 追求民主憲政的成果 這個是民主罪人 台灣的罪人 不要驕傲 那個 招牌沒有六百個久 政黨會輪替的 大家都要記得 隨時大家都可能變成是在野黨 國民黨也一樣 民進黨也一樣 你執政你也會在野 民眾人民才是最大的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誠摯的邀請您 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 將實質的幫助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絕